这个四十真相 大臣金教人不常说 一金通一切金通 一个发门通一切发门通 马明大死 东天主人 天主是印度 现在是印度 东印度人 传佛新印 为禅宗十二祖 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 教阿南传的 宗 加摄尊德传的 所以说 大家摄尊德 是禅宗 第一代祖师 在教下 阿南是第一代祖师 阿南传教 宗门教下了 禅宗第十四代祖师 忠心大臣 造 大臣起心 冷漠 劝导众生 念佛求生 净土 就马明菩萨了 龙树大师 南天主人 魏禅宗十四祖 开铁塔 见到金刚萨陀菩萨 传授他秘法 所以他变成秘宗的祖师 入龙宗 取华颜金 又为华颜宗祖师 出祖 父义 广造众论 利弘净土 伦切金 玄祭 灯欢喜地 这说他身份 他是出地菩萨 往生净土 故又为 净宗之祖 我国称大师为 霸宗之祖 前面说了四个 后面有天台 南山 南山是戒律 御宗 法相三论 都承认 他是所事 随龙树菩萨 跟着大臣八个宗 无论哪个宗 都有密切关系 霸宗的祖师 那么他的 段机 在这个 《大三经》里面有 《高神传》里面有 诸位可以看看 《高神传》里面说呢 他真的出地 出地是法身菩萨了 不是普通人 天台大师讲 他真的成佛了 分阵即佛 基本上 他超越 是法界了 他注于真法界 人 非常聪明 民心借心 读 释迦摩尼佛 传下来的经典 世尊 世尊受罚 49年 他用三个月 就学完了 这一部大藏经 三个月他就不议了 诸位想想行不行 这事情是真的吗 我想应该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为什么呢 慧能大师 慧能大师 给我们做了个例子 慧能大师 解析了 不论是 释迦摩尼佛 所讲的任何经典 你念给他听 他能讲解给你 不必须 所以龙树菩萨 看大藏经 这一部经 要不要看完了 不需要 就好像 慧能大师 你看我们在 谈经里面看到 有这么一段记载 发达缠死 夜深受持 发花经 梅开吾 法华经 念了三千步 我们知道 这部经很长 很大的分量 一天顶多 念一步 总得七八个小时 一天念一步 那三千步 得说个整数 肯定超越了三千 十年了 十年念一步 也很了不起 一门深入 常识学修 所以他到曹西 去参访 六祖大师 礼拜的时候 头没着地 向老和尚顶礼三败 头都没着地 起来 又是问他 刚才我看了 礼拜也 头不着地 你有什么 值得骄傲的 他就说了 他多了三千步 发花经 现在是值得骄傲 被六祖看穿了 问他 发花经的大意是什么 这讲不出来 翻过来 问六祖 六祖说 这个经 我没听过 你念给我听听 发花经 二十八品 他念到第二品 六祖说 行了 不必念 我全明白了 给他讲 他开悟 六祖大师 给我们讲 我们不会开悟 什么原因 没有发花三败 他十年 读这一部经 他得发花三败 就是说 在发花经上 他得到清净性 平等性 他得到人 所以祖师 给他一讲的时候 他打起他 就明白了 再离拜他 离谢他的时候 头就着地了 这给我们 一个很大的启示 宁心见心的人 要不要把全经 肯定不要 看了几页 看几句 就行了 就懂了 那一部经 看几句 三个月 当然是 很长的时间了 释迦牟那些 一生讲的经 他全通了 这出地菩萨 无视无明破了 还有习气 习气没断 也就像这个 发达禅师一样 有点自由 了不起 这个世界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 能超过我了 其实 出地的时候 是小菩萨 刚刚入门 大龙菩萨 看到了 在照顾他 带他到龙宫 这个龙菩萨 好修 你不是喜欢修吗 广修多文吗 龙宫收藏的经典 太丰富了 但你就看看 看到 大方光佛 华元节 大本子 完全的本子 释迦牟尼佛 二七日中所讲的 多少分量 十个三千 大千世界 微成绩 一丝天下 微成品 这个精要 拿在我们地球上 装飘 龙宿菩萨 也看到这个 那一点傲慢喜气 马上没有了 才知道自己 夜深所学的 太渺小了 看到这个 大本花言 他想 严富提众生的 地球上众生 没有一个人能够 受得了 无法学习 再看中本 中本分量 还是太大 不齐 苏婆世界 众生的根基 最后看小本 小本是 目录提药 就像我们看 苏库全书一样 苏库是大本 苏库辉药是 中本 小本是 目录提药 只有五册 金章五册 目录提药 每一本书 书名 什么人著作的 里面的内容大一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好 这个严富提众生 没问题 分量多少呢 四十万机 十万机 四十平 四十平 十万机 印度人算是 四具 叫一手机 四万机 就是四十万具 就现在我们 看这个环境 是 华严金的 目录提药 这个是 龙叔菩萨 传到这个世界来的 所以他是 华严总的祖师 华严 他传来的 在他之前 华严金 在这个世界 没留同 这是师尊 三七日中 在定中 所讲的 讲完之后 大龙菩萨 把他收起来 藏在龙口 所以从这个地方 让我们 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开悟要紧 明心见心要紧 见心之后 全都通了 什么障碍都没有 这个四十真相 大臣金教里夫常识 一尽通 一切尽通 一个发门通 一切发门都通 所以教你 一门深入 常识训续 每一门都能通到 明心见心 所以 发门平等 我有高下 哪一条路 都能到家 只要你肯走进去 你不要去找岔路 找岔路 耽误时间 那就很苦 找不到家了 一门深 一步进 一个发门 决定 得到丁之后 继续往前进 绝不改方向 肯定开悟 无聊之后 就像龙叔 修复杀人 学习就很方便了 一点困难都没有了 一看明白了 一听明白了 一接触 全都明白了 这是佛法 修学的秘诀 那不相信 自以为聪明的 他的路子就走远了 他就有相当的难度了 真正听话 依照祖师大德的教诲 一门深入常识 训修 这是最近的一条道路 阿妮陀佛